大家好 我们在学习歌唱过程中 虽然说中低音要达好基础 高音才好唱 但是我觉得高音也同样还是要花多一点时间去练 如果我们的高音在歌曲方面 就是不去练的话 我们唱歌的时候很难说 去很协调的配合 这个唱歌的时候 其实要 推动它更有力的支撑点 推开它 或者把这个雾名枪更开阔的打开它 等等这些你没有实践的话 就很难很难协调的运用起来 所以呢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也会觉得 这个高音经常是不好唱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觉得还是要多练 经常用歌曲来练 也是很好的办法 那么高音和打开的枪体 以及声音的方向很有关系 这个唱高音的方法呀 也是有多种的 不过 虽然我们 知道很多种方法 但在老师带领下 来训练和自己琢磨 训练这样的进度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呢 我还是要带着朋友们 用一种方法来唱高音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让我们找到 腰腹周围 霍张 挤 腰背发力的感觉 也让我们所有的空间 有空间的地方都打开了 就是小惊讶和大惊讶的配合 来 带朋友们唱一首歌曲 朋友们说 老师 有些粉丝朋友说了 老师 这个芦花 再带着我们唱一唱吧 高音太难唱了 那好 我们就用小惊讶大惊讶的配合 来唱如花 来 来一个小惊讶 来一个大惊讶 感觉一下 腰腹部扩张了 腰背发力了 腰体都打开了 别看它是小惊讶 同样是打开的 同样 有力的 腰背 有力 腰腹部扩张 对不对 大惊讶也是 更打开了 更扩张了 所以 你在 唱 这个比较高音的时候 小惊讶就可以了 那么 在很高音的时候 大惊讶 更有力的打开 更有力的 腰背发力 腰腹部 扩张 我们就要这样 相互 反复 反复来 利用这种方法 来 让它为我们的歌唱效力 我们来啊 这个炉花 加A调 八六嗨 好 小惊讶 来 轻轻轻的把声音打下 硬口盖的前端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最好 好 来 小金鸭 路火白 路火美 小金鸭 花絮漫天飞 青丝无礼灭灭 路上才云醉 放松 金鸭 小金鸭 放松的 醉过山 醉过水 莫非为了谁 大云城 寒人双对 香似花为美 来 大金鸭 很陶醉的 肩膀放松 看到我推了没有 再来一次 大金鸭 清阳 怀悲 千万相随 莫忘故乡求光好 早带红花宝传回 莫忘故乡求光好 注意了早带红花继续小惊讶 到报的时候要准备着 马上转到大惊讶 推出去高音到开息 推开咖来小惊讶 早带红花 对好 早带红花宝传 小惊讶 这个后面我再讲清清楚楚一下啊 早带红花每个字都先挂红 练一下 它推开并不是要你去推 而是像大惊讶似的肩膀放松 是这样推开 千万不要那种表面特别那种 叫什么力啊 那种力 不要这样去推 你看啊 你早带红花宝传回 最后结尾的时候 自己已经陶醉到里面了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发挥那种感叹 所以可以 哎呀 就这种抒发的情感 是可以用一下的 下面就 全部掌声都给你了 是不是啊 好 那么今天这个高音啊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好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